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5日 今天这个节目来谈谈台湾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有一篇文章 讲到了台湾问题 说中共很可能共打台湾 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很可能从一个热点开始 那么这个消息是前国防部长 这个讲的讲的一段话 给大家看网上截图 网上截图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 他说国民党之苦 国政基金会 他说25号召开了座谈会 说针对中共中共当局 对台湾的各种军事威胁 分析武力这个犯台的这个可能性 他说共军对台的灰色地带行动 国军计划及军共等议题 会上国防部前部长 杨念总及提出警告 我国 就是台湾 他称我国离岛地区 澎湖可能成为中共攻击的目标 那就是澎湖有没这种可能性 我看有这可能性 那么他说那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 国防部智库 及国防安全研究院 均曾提出灰色冲突 他用这个词形象 那么国防部这种智库实际上都是半官方的 就像这个总共这个有很多这个智库研究会 那个研究会实际上都是有来头的 就很难讲了 什么背景 那么说是灰色地带 灰色冲突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 为达到战争门槛 而且非传统或非常规的武器 也就使用那些这个这个非常规这个武力 还没有达到这个战争的这个 这个一般的这样门槛 说攻击者让被攻击者难以决定 应该采取军事或者警察力量来回应 就是你采取什么办法来回应 想不明白啊 可能没有反应过来人已经开始干了 说是借此延长决策时间 但不论是决策延迟或者做是误判 均可能是敌方的目标 你还没等最后决定人已经占领了 这种可能性就增大了 针对中共近年来 持续派出军机 这个袭扰台湾 西南防空实力区 国防部安全研究院 副研究员叫舒孝黄表示 灰色地带行动 什么意思呢 是指灰色冲突所采取的行动 手段可以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你看研究什么都有些专家 研究打仗 还能讲这么稳肘肘的 说是三种等级 最高位 和泰式或者军事威胁行动 如果是和泰式的话 那就麻烦 那实际上也没有意义了 整个就毁掉了 毁掉之后 最后达到什么 这个小国 没有意义 现在这个台湾的芯片很诱惑人 对吧 台积电 所以拿到台积电 所以就是拿到了这个 可以这样讲吧 命能的 高科技发展的一个关键东西 所以不可能毁掉 那么 说是宗 宗是什么呢 大规模军事演习 发出信号 以及服务特定目标的小规模秘密行动 这第一是什么 第一位最低限度目标是小规模秘密行动 目前中方的行动已经达到灰色冲突最高等级 灰色地带行动可能是冲突前的准备行动 这一点使这个台湾感到非常恐慌 首先老百姓紧张了 要打仗了 谁都想和平 快快乐乐 你都天天生活在这个战争的恐惧当中 什么心情 对不对 虽然你是宝岛 但是现在宝岛 现在也是 每天是老百姓 经心里很犹豫 总在研究着打仗 打或不打 那么呢 苏孝黄他分析啊 他说中共可能在平时就运用大量的灰色地带行动 塑造有利中方的震惊情势 利用网络或收购媒体 散布假新闻 伪造新闻 刻意运用网络 农场散布谣言 增加国际目标的 国际目标国的政治压力 这是信息战 因为现代战争 你肯定通过网络 发表一些消息 真正假假假假 真正 就鱼龙混杂 泥沙巨峡 让你分不清政委 每天很躁动啊 这也是为了打击信心 杨念祖表示 中方对台进行政治军事心理各方面的消耗战 这种方式是在消耗台湾的能力 瓦解民心 民气 至于灰色地带的消耗战 是对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压力挑战 不离台湾 他也发出警告 澎湖是可能成为遭到中共攻击目标 因为澎湖有历史背景 郑成功当年攻打台湾时 也从澎湖开始 打仗有规律 历史上是从澎湖开始 郑成功 那习一篇你想这个性格 好大习工 肯定说不定借用这个方式啊 这很难讲啊 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老师就讲这个郑成功这个故事啊 这个我曾经 那时候特别幼稚 聊大历史戏嘛 没什么事 我曾经还想写一本 就是郑成功的攻打台湾的小说啊 还写了好几个掌机 结果不知道哪里去了 现在想想这有意思 杨念祖说 他研究共军多年了 都曾未感受到 国际舰对共军在台湾周边活动 犯台意图有所重视 但过去一两个月以来 无论是美国 日本欧洲 都是高度关切共军在台海周边军事 作为国军事军力展现 杨念祖认为 国际舰的高度 重视不同以往 具有两大差异 第一是政治高度 国外政治人物 针对中国相关军事 作为极为重视 第二是媒体报道的次数 跟过去不同 此两大差异 致得重视 你看人眼睛多细啊 整天眼睛台湾问题 找出规律来了 此外 说近日有美国专家表示 中国军方的高层认识 透露将于两年内 攻打台湾 有这种可能性 就要看国际局是怎么变化了 只要看看老拜登表现如何 老拜登如果真是软狮子的 那习近平肯定就好开干了 对不对 而共军近日频繁洗澡台湾海空 日前更在东海空域进行大规模 大集群呢 对海突出训练 并且实弹对岛礁进行轰炸攻击 他就引用了这个李正浩 有个评论员是关键时刻 那年轻人评得不错 他就说在那个节目 有个叫九四药克素 这个节目当中说 共军在这次演练的时间中 使用低超低空飞行 躲避雷达政策 不同意往啊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是这个实战意味十分浓 他就意思好像这样干 李正浩认为 共军对于岛礁轰炸 是非常务实的做法 共军跟美国如果发生冲突 军属小规模可控冲突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不至于引起什么世界大战 可能打完以后谈判 看看怎么办 因此才是共军会在东沙岛 或者永蜀岛 永蜀礁 围困台湾的方式来测试美军底线 对啊 东沙岛要永蜀礁 攻击要打的话 那也肯定 一会儿就拿下来了 接下来就看美国和台湾怎么办 李正浩提到 美军会主动轰击 美国会主动攻击 轰炸永蜀礁 因针对永蜀礁上的建筑 美军已通过国际法认定 均属于违章建筑 他这个观点还停留在这个川普这个时代 到了拜登这个时代不一定 也可能拜登想 这个反正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这个考虑到美国各方面利益压力 这个是不是做事也可能 因此李正浩调侃美军如果去猜除 就成为了违章建筑猜除大队 与法有利 有据啊 他又说 这件事可以看出 现在中美南海军事布局互不相让 并强调在南海军事活动上 中国当局从未让步 所以很容易引起这个 这个麻烦 李正浩呼吁刚上任的陆委会主任邱泰塞 政治上可以村南花开 但在军事上 台湾千万不可以 政治上与中方有互动就放松 他讲的这个观点 这是台湾当地的这个评论员的想法 另外 经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 美中经济及安全检四委员会 日前举办线上听证会 多名前美国官员和学者受邀出席 针对如何组下中共当局侵略台湾 议题进行这个探讨 这个用这个武统台湾 这个词比较恰当 美国在台协会 前台北办事处副署长叫戈天豪 在会上说 美国自己表示自己认同 台湾是美中冲突热点 第一说 还提到了共军绕台这个情况 的确现在就是台湾问题 已经成了这个目前这个热点了 说是隔个天号表示 每次只要共军飞进 台湾空军就需要靠近驱离他们 这存在意外的风险 我认为这个风险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因为什么呢 飞行员架飞机 你想 头天晚上如果睡觉 睡眠睡得不好 或者怎么样 心情不佳 说不定在那个时候双方就可能发生 擦枪走火 一旦擦枪走火 就可能出事 然后双方很可能 就是面临的战争的风险 那么这个隔天号讲说 是这真的让我很担心 但是你再担心 有可能就发生这种事情 说这个就像美中 在2001年发生的 军机南海插撞世界那样 可以透过谈判冷却情势 总之本人认为 这次共军前国防部长 也就是国军 台湾前国防部长讲的 有一定道理 那么最后再给大家看看 网上的截图 网上截图 那么今天海外旗探节目 谈台湾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期再见